上一期我们聊了 Redmi K60 至尊版的性能表现 从测试结果来看 不管是交互的流畅性还是游戏的能效比都有不俗的表现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它整机的用料到底如何 这个外观大家觉得如何 满分10分来打几分 我自己觉得整体质感是要好于之前几代产品的 主要就是取消了屏幕塑料支架 正面视觉的观感要更好 后背设计中规中矩 细看DECO 是做了钻切的 两边覆盖了第五代的康宁大猩猩玻璃 三个配色 黑色偏沉稳 青色和白色偏活力一些 好了接下来我们边拆边聊 第一步关机后取出卡托 卡托位于机身底部 双nino sim 设计 上下放置 卡托材质是金属加塑料 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 第二步拆卸后盖 三明治结构 加热后分离后盖 后盖是玻璃材质 内侧缓冲泡棉一印俱全 后摄DECO 通过三颗螺丝和粘胶固定在后盖上 通过主摄裸露的区域 可以看出DECO 使用的是全金属材质 第三步拆卸主板 主底部分常规布局 电池上方覆盖有一大一小两片散热膜 下方的散热膜同时覆盖底部扬声器 卸下10颗螺丝取出主板盖板 盖板上方 占有闪光灯排线和FPC天线 闪光灯排线上集成有一颗LED灯珠和后置的环境光传感器 电池上方的散热膜覆盖至主板的核心发热区域 挑开两个电池接口进行断电 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 主摄的接口上还固定了一小片屏蔽罩 挑开后取出所有摄像头 摄像头参数大家直接看表格 取出主板 主板是单层设计 正反两面的屏蔽罩都有散热铜箔的覆盖 上方涂有多处导热材料 顶部麦克风和红外发射器集成在主板上 薄弱位置通过金属片进行加固 主板的PCB 制造商是滑通电脑 四架散热铜箔 轻调导热材料 吹开屏蔽罩 核心三大件大家都知道了 天玑9200+, 海力是LPDDR5X 的RAM 以及三星UFS 4.0 的RAM 在配置上这回最高也干到了24GB加1TB的组合 左侧还配备了一颗Pixelworks 的X7独显芯片 型号是PX8768 下方是小米自研的澎湃P1充电IC 挑开触点 取出听筒 规格是1012H 全开放枪的设计 来自AEC 瑞生科技 取出包裹主摄的塑料支架 支架上贴有散热铜箔 中框上 SoC 的对应位置脱油导热材料 整个中框材质属于终端机标配了 美铝合金内框加一个塑料变框 第四步 拆卸副板部分 卸下7颗螺丝 撕下散热膜 取出盖板 盖板和喇叭BOX 集成在一起 底部扬声器的规格是1216G 是一个全罐粉的喇叭 来自AEC 瑞生科技 挑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 取出副板 副板上集成有底部麦克风和SIM卡卡槽 副板的PCB制造商是盛宏科技 取出尾插小板 Type-C 接口集成在小板上 接口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 规格是USB 2.0 整机是通过了 IP68 防尘防水的 这也是 Redmi 首款支持 IP68 的手机 取出 X 轴线性马达 0809 规格 同样来自 AEC 瑞生科技 取出指纹模组 还是短焦摄像头的方案 第五步 拆电池 有快拆设计 撕开提手取出电池 电池是单电芯双接口设计 容量5000mAh 制造上东莞新能源 私下电池保护板上的散热贴纸 保护板使用了一个 SIP 工艺封装 内部集成有澎湃 G1 电量管理芯片 保护板和电芯的连接处贴有导热硅胶电 电池的左上角是监测电池温度的 NTC 搭配附带的 120W 快充头 峰值充电功率接近 100W 实测 1-100 充电时长是 20 分钟 边框上底部麦克风 收声孔采用 L 型的防呆设计 无需担心误差后伤害到麦克风 最后一步 拆屏幕 加热后滑开四周粘胶 分离屏幕 屏幕来自华星光电 使用 C7 发光材料 支持 2880Hz 的高频 PWM 调光 实测手动全屏最高 540 尼特 全屏激发最高 1285 封值亮度相比上代有提升的 屏幕背面是全覆盖的铜箔 驱动板放置在屏幕底部 上方机身有一颗惠顶科技 GT9916R 的触控 IC 中光上贴有大面积的散热膜 四下散热膜下方就是不锈钢材质的 VC 均热板 面积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5000 平方毫米 并且仔细看中框最下方 这条长长的软软的黑色条状物 是石墨烯威娜强导热膜 听名字好像很黑科技的样子 其实就是给屏幕 DDIC 芯片量身定制的散热膜 由于这个 DDIC 芯片长条的形状 和其封装方式的特性 导致它对压力非常敏感 常规的散热膜 铜箔或者是 VC 对它来说都太过坚硬了 而石墨烯威娜强导热膜的质地 蓬松柔软用它来散热最合适不过了 从实际高负载下的机身温度来看 正面的热量分布确实是属于比较均匀的 至于实际游戏的表现 上期就详细说了狂暴引擎2.0 带来的实际效果 这里我再放几个测试结果 大家回顾一下 好了拆解就到这里 整机有两种共20颗螺丝 中丝归位 想浮起进去 MD 简单总结一下 相比上代 屏幕更亮更护眼了 核心三大件性能有提升 除了日常交互体验外 基于狂暴引擎 2.0 可以实现画质流畅我都要的游戏体验 并且进一步优化散热结构 提升均热效果 实现更持久的狂暴输出 甚至都开始下手钢化膜了 这回还出了一张和南京大学联合研发的散热钢化膜 既可以反射外部热量的输入 还能加速屏幕热量向外辐射 这确实是个很好的思路 回头搞几张来试一下实际的效果 体验之外 还首次加入了IP68防尘防水 提升整机防护性的 取消屏幕塑料支架提升正面观感 K60 至尊版这份答卷交的还是比较有诚意的 当然后续的维护咱也得跟上 售价虽然目前我还不知道 但相信卢总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欧宾 我们下期享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